依旧是来自交通方面的一条资讯 上周位于Wirey占地4.4公顷的奥克兰新火车维修站正式启用 这个维修站耗资一亿纽币 今年9月它将迎来第一节的电气火车 这个维修站专门建造的设施就包括 一个7650平方米的维修的建筑 6公里长的铁路专用线 可供28节车厢停放的大厅和一个清洁平台 届时里面的列车可以用吸尘器 清扫和清洗 另外还有一个本地操作系统 所以所有列车运动点都可以来控制相关的 一个列车的运行 奥克兰运输局的主席莱斯特利维博士说 新的电气火车将使奥克兰实现一个 重大改善水平的一个客运服务 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从开汽车转到乘坐公共交通 目前西班牙公司CAF正在建设一批 57节三辆车厢的高性能的列车 这些全新的先进列车能够满足特定的需求和特点 充分体现了安全舒适性和可靠性